可能真的是八言见识少吧 丈夫与没有血缘关系 的女子亲密贴脸 手握着手 妻子竟然觉得没关系 还回应说都是我的家人 猜出来八言要说的是谁了吧 没错 就是张婷 林瑞阳夫妇 之前年网友放出的一段视频 还问是否是张婷的老公林瑞阳 毕竟视频中的男女看着实在太深密 突厌你们不觉得 视频的话 男方一直与女方的手紧握着 且一直不断的轻拍 抚摸 你说他俩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 谁信啊 因为视频很清晰 且林瑞阳一头白发太明显 所以是他物疑了 之后女方也被网友猜测 那个女人可能是前妻 或者是前妻的女儿 只能说 某些网友还是太单纯了 张婷不是为自己微商产品代言吗 那个女人就是张婷旗下西南地区负责人 阿子 头像都是与林瑞阳天面相 之前微博发布的内容 也是很有生意 配这么亲密的图片 不知道还以为在秀恩爱呢 所以这样亲密的接触 不可能是第一次 在很多网友为张婷您不平 吐槽林瑞阳的时候 本人回应了 都是妹妹们 我的家人 而且当时张婷和两个孩子是在现场的 哇 这就更不能让人相信了 老婆还在现场 坐在身边的竟然是女下属 关系还这么亲密 你说只是家人 真的 思想正常的人都不能理解 你的家人是这么亲密的吗 摸头 天理拥抱 按理说这种事情 是个女人都受不了 但是张婷可能是个例外 正如人家开创的这个微商 活生生搞得像个传销组织 主要领导发什么微博 底下一水评论的都是什么区域 什么负责人 那些鸡血是鸡汤说的特别漂亮 那些称号 连马云爸爸都不好意思说出口的 他们倒是经常挂在嘴边 这个产品怎么样 相信大部分人都清楚 但是因为张婷是娱乐圈的人士 所以即使是三无产品 人家照样卖得风生水起 请来很多明星来站台 林芷琳的身价可不低吧 桃红和徐中刚因为好作品 你赚口碑 纷纷来哑喝 本来口碑就极杀的产品 因为明星效应 即使被曝光产品问题 但是依旧没观目满 可以说 有明星家时 这些化妆品才能扩大知名度 才能卖得更好 张婷 林芮杨这对夫妇 或许在不明真相的人眼里 还真像演员转型成功商人 因为张婷曾经在微博上炫耀自己的住房 在上海这个白横的一线都市 住的是快两间的平方的大豪宅 并且与江边相邻 所以他成功人士的标签 倒是一直没掉 因为卖得好的产品 才能用钱买大豪宅 或许是曾经饰演过的角色太深入人心 对于不熟悉张婷过往的路人来说 他可能就是电视剧里古灵精怪的小丸子 那个笑容甜甜的宝怪女孩 演技好真的不等同于人平好 在林芮杨有妻女的情况下 张婷还与她谈恋爱 当然这种事情 更应该选择的是渣男 当初因为理论的 一个说好不嫁 一个说好不娶 其实已经住在一起 并生下两个孩子 张婷一直在秀恩爱 但是很多人都感受不到两人的甜意 巴远的承认 张婷的颜值确实挺高 她的酒窝更是很让人友好感 即使穿着水手服也看不出来是48岁 但为什么说实于颜值 忠于才华 限入人品 当年产品出现烂脸问题时 巴远曾经以为 张婷这个微商 你就做到头了 没想到风头过了 你就是该卖就卖 该宣传就宣传 明星还亲自下台腰喊 这么大的事业 一直在坚持的张婷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如也能水冷暖自知 只是巴远还是得劝一下大家 用在脸上的东西还是得慎重啊